哈喽 哈喽 我看一下声音 吴总 你好啊 晚上好 吴总 我手机公平上面全部的人打 今天堂堂漂亮 然后你知道吗 我就问了家人们一句 我说家人们 我说我问你们一点 我说我那天喝了八加一 没有对 堂堂跟那个大宝说什么 什么吧 嗯 他们跟我说没有 那有的跟我说有 那我也不确定 有 你那天喝了八加一确实是 你只在喊我堂总 你这个 我这个 嗯 嗯 我大宝不在 等一下如果大宝在的话 不要再喊堂总 我想问一下 这怎么回事啊 这 但是我先给你这个说声不好意思 如果说有什么 对你知道我心情哦 对不对 我心情的一把不好意思啊 好吧 咱们俩这关系 你静说这客气话 但是没有啊 这是酒后 酒后有时候说出来的一些可能 因为我当兵的时候 喝了酒就比较止性子知道吗 没关系 但是 我不在乎那个什么 什么宝的意见啊 什么宝啊 大宝对吧 我不在乎他的意见 但是还是因为你是我这个好兄弟嘛 所以说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一下 不要因为这种小事 等一下影响感情不好知道吗 嗯 嗯 不会我知道你是喝了8加1 我肯定不会介意啊 吴总 可以 我跟你说我那天和8加1 连了我很多朋友 刚刚的小鱼总 我就连了他的 知道吗 没有真的 因为那人一喝上头啊 那真的那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这是 真的 那天喝了很多吗 没有那天不是家业吗 然后我不是 我开了两瓶那个 一五年的飞帖 然后我跟我叔叔一人一瓶 有个弟弟还是什么的 然后也也喝了点是不是 啊 对有一个小小老弟 他可能他喝的是皮的 但是他喝不了什么东西的 知道吗 怪不得 没有我太久没喝了 然后呢 我就想着嘛 我就想着 哎 我说应该 这个还可以 这个量还可以 结果 才喝到四分之三 知道吗 喝到四分之三就 哦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哎 哎大猫 老板来了 那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来了 这个 这个是吴总 你见过吗 哦 见过 肯定见过 我嘛 别人说我还还说到他 兄弟你好啊 兄弟你好 我跟你说一下啊 我那天和八家一年 虽然是厚多一点 但是很多话 我虽然说不知道 但是家人的说 我很多话说的是真心话 好吧 那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了 那天说的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说的什么话 但是呢我觉得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哦 这样子 那那你还记得那天说啥了没有啊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实话实说不 不记得啊实话实说 但是我从你的眼睛里面我看 我看到了不是很善良的意思啊 可能我说了一些 对不对 那个啥的话 但是应该我的情商不至于说啊 你这个情商还真的不是太高哦 那天说啥呢 你都都忘了一干二斤了 忘的是忘了 忘了那么一丢丢 但是呢 我记我记得我跟你说过话 这个我我也是记得的知道吧 我跟唐唐也说了几句话 我是记得的 我知道可能你那天 但是你不要说我这个对不对情商不高 你就说我说出话就可以了 好吧 可能你那天真的是啊 就是说 酒就是 喝完了土真言了 但是我觉得 可能这也是你心里话 但是我今天跟你说 就是说以后我跟唐唐 我们两个的事你就是 然后都插手了知道吗 不是我可以不插手 我跟唐唐我我跟他是朋友知道吗 我可以觉得他我这 我希望就是唐唐幸福知道不 这个这个我知道 但是你两个人啊就 交往交朋友 我觉得很是就是说啊 就是我们我跟他也是 老板助理的关系是吧 然后也是朋友的关系 我觉得你做 你到底是助理关系还是朋友 就是说可能就不大合理 不是你现在到底是以他助理的关系 不是以他这个老板的关系来 身份来跟我说话 还是以这个他朋友的身份来跟我说话 还是以他男朋友的身份来跟我说话 我要分清楚知道吗 我分清楚了 我怎么好 我就好朋友 老板家朋友 对 什么 我现在还不是他男朋友 我现在 那你现在是他什么身份 老板家朋友 老板的身份你就不要跟我聊知道不 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这个资格 我跟你说实话 但是如果说你重要他朋友 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就可以聊聊天 懂不懂 可以聊 我这个跟你说实话 我是他老板也是他的朋友 你是他老板 我可以 我感谢你支持他 知道吗 但是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是他朋友的 我会更加的好跟你聊天 因为我相信他认可的朋友 不会唱 知道不 但因为现在应该现在是下班时间吧 是的 下班时间 下班时间 那我们就是朋友 好不好 如果说改天 我们有机会的 对不对 我可以邀请您到杭州或者到四川来玩 好吧 对 这个都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说话 不要以一个老板的身份来这样子跟我说话 好吧 没有 也是他的老板 也是他的好朋友 你是他的老板 对不对 我当然了 我应该尊敬你 知道吧 但是我今天不想管 这不至于 我今天连你 不是想管你们直接的事 我只是 本来是说我那一天 喝了一点那个 对不对 我们叫这个什么 8加1 对不对 我怕有什么得罪不好的地方 所以说我今天是特意过来 给堂堂 或者给你们 倒个怯的 知道不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不至于 一般 就男人骂 然后喝点 然后多说 这个很正常的 我这个不建议 我只是说 觉得你 就是说 我想先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喜欢堂堂 我 喜欢堂堂 但是我不是那种爱情方面的喜欢 知道吗 我说实话 因为我觉得堂堂这个人 他不管对朋友 还是对什么 我觉得 他的这种性格方面 包括他的为人主事方面 我都很喜欢 懂不懂 你这个喜欢说了有点模棱两可啊 这些东西 就 有点 但是你们觉得我受的模棱两可吗 我觉得我并没有啊 我不是 因为我作为朋友 我是朋友方面的欣赏嘛 朋友方面的喜欢 但是绝对不差男语两个字 可以不 那 那那 也是行吧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 我跟他就是也是交朋友嘛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朋友之间 你是不要说 就是说 来 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大家以朋友的角度去说比较好 知道吧 可以 但是我希望啊 你没有成为堂堂这个男朋友的这一天 嗯 我希望你不要就是说 呃 站在他很 他的立场上面跟我 你看他的朋友的立场上面跟我说 当堂堂选择你的这一天 我绝对深深的祝福你 包上我深深的大红包 嗯 好吧 好的好的 对 但是我觉得啊 你刚刚本来我 其实我是想一来 我想跟你道个气的知道吗 那不至于的 不是 但是我 我还没跟你说话 本来我看我都是笑嘻嘻的跟你跟着你的 你就直接来怼我 我心里就很不爽 如果说你这个 对不对 说话也笑嘻嘻的 你刚刚说话笑嘻嘻的吗 兄弟啊 没有我这个 我不是管你们啊 你们你们幸福 那我更开心 但是我这个人啊 我本来我是真的真心实意 你看堂堂 我也跟他连上 我就直接说了 对不对 我就说那一天可能不好意思 怎么样怎么样的 因为我怕我就是说 喝了这个8加1广的太多了 但是我本来说你来了 你跟我 刚刚他跟我介绍完 我知道那一天怎么可能 不怎么样了 但是我刚准备跟你说一下不好意思的 好 你就跟我说 这个人啊 你这个人 起的上确实不怎么高 兄弟啊 你作为一个男人 对不对 我相信直播就这么多素素 一门在 你这个 我觉得也听得心里不舒服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嗯 对不对 但是像我们这样 其实我说的是实话 我这个人是比较老实 我说不了 就太假话 我说的是实话 你算什么老几在说人家 我凭什么 我说他了吗 我说他了吗 我昨天 我前一天说他是我的错 我今天说他了吗 你这个 你这个 你你你你这个粉丝 我现在把你给我拉黑了 我就看不爽 真的是好朋友 我没有在他面前冲 冲什么 我只是跟他说清楚 知道吗 我是来本来是来盗窃的 懂不懂 对不对 我本来是来盗窃的 但是我觉得 对不对 没有必要 因为很简单 他如果说是堂堂的 嗯 想当堂堂的男朋友 对不对 我觉得他首先应该对堂堂认可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 是不是 对啊 然后就是我 我当时我对你的态度也是挺好的吧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 就是说也不知道你是真的 心里话是真的这样子说还是说 怎么样子 我也不大清楚 反正有的人你就是 你这个就是 操了心有点太多了 知道吗 可以如果说我还是他句话 如果说我那一天说了一些 那个话我当然是希望堂堂能够幸福啊 但是我可以跟你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实话实说的 我 我在堂堂永远都只是 知道不 永远都只是 这种朋友上面的喜欢 朋友上面的认可 知道吗 这个 如果说你觉得我不应该用这个 喜欢这个词 那我就用欣赏 不一定 不一定清楚 这个 什么样的喜欢 只有你心里最清楚 那我就 那我就改个词吧 好不好 那就叫欣赏 好吧 欣赏 好吧 可以吧这个词可以吧 因为我认为的 对 因为我认为的喜欢 就是因为我认为喜欢有很多种 我说我经常跟我这个 男的朋友 我也说 我说我特别喜欢你 我说我特别喜欢你的性格 知道吗 可能这是我的口头禅 好吧 如果说我们这个可能思想上面有一个别的 那我们就改一下 好吧 就改一下我就说欣赏 好吧 兄弟 好吧 但是 我就是说如果说 对不对 你们这个是真的有这个缘分 当然我也深深的祝福你们 好吧 有机会的兄弟 我跟你说了 只要你这个真心实意的 对不对 我们男人直接说一句就是真心实意的 我们肯定有机会见面的 是不是 我肯定会真心实意的 这个你就放心好了 那如果说你真心实意 那我们改天 那我们有有见面的机会 好吧 行不行 可以 因为因为直播街 家很多家人们都说你比较优秀 他说你对堂堂比较好 对不对 但是刚刚我就跟您说的 最后跟您这个说 这个 嗯 嗯 我的能力干堂总 干王总 差贴远 哼 可以 不要听他们的节奏 非得这样子搞吗 对不对 是不是非得这样子搞 你别别生气 哎呀 你都你都播这么久了 你又不知道有时候非会带节奏 啊 本来我其实直播就已经很久没有 这这样的粉丝啊 什么叫 对不对 我刚刚跟他说啥 刚刚我准备跟他说 我说祝福他们的对不对 你们非得在这 你是什么人吗 真的是我的搞不懂 对不对 你们如果说喜欢堂堂 对不对 你们也想看到堂堂幸福吗 如果你们喜欢王总 你们也喜欢看到王总幸福吗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说说几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吧 不要这样子指导我家人们啊 好吧 只要堂堂他愿意对不对 那你不怕啥 我就在这边当嚼石棍 对不对 他也阻止不了他们呀 没有都是好朋友 吴总 吴总以前也是我们互相福 不是 互相的吗 那个就是他也很关照我 他也是个大老板 就是那个 他 他大老板 不是大老板 不是大老板 就是朋友 真的是朋友 对 对 吴总是看得起我 我才有这么大老板的朋友 吴总我想问你一句 就是一个老板 为什么对就是一个助理这么关心 这么操心呢 他不是我助理 他是我朋友 就是对一个就是你一个老板嘛 然后也对一个就是说啊 就是说一个啊 一个助理朋友嘛 然后这么关心这么操心 是不是啊 那我跟你说的再再简单一点吧 我们以前合作过一个项目 知道吗 他是项目的助理知道吗 可以不我们交际有点多 然后成为了一个好朋友 可以吗 这样的回答可不可以 可以吧 你怎么说都可以 那好吧 家人们 等一下你们说我多管协事 那我就协 那兄弟 唐唐 那我就协了啊 小小 这个小兄弟 那我就协了啊 这个王总啊 好 嗯嗯嗯 慢走啊 吴总 你怎么突然来了 然后就是吴总刚好连过来 他就是去解释一下 他那天晚上喝了那个8加1 嗯 然后 你怎么感觉你今天火气这么大呀 什么情况啊 没有 反正就 看着他不是 太舒服 你干嘛看着他不是太舒服 他是我的朋友 然后 我知道 我也没什么 我没怎么说他嘛 反正就是 也不知道 他昨天是什么意思 然后 然后今天又跑过来说这些 是想想怎么样的 而且 这个 啊 也有 说 这个老板 那个老